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现代的日本的杯葛 像柠檬的滋味一样 柠檬是色色苦苦的 酸酸苦苦 这是日本的最美的味道 真的啊? 我讲柿子 细细细 所以日文里面讲细细 是即色 细细 不是很色的色 细细的那种味道 然后又稍微苦苦的 那是日本最上等的 最有气质的味道 反而甜味 反而甜味 甜味在日本是不好的味道 太甜 你这个人太甜 你这个人太甜 也就是说没原则 或者是容易被买收 容易被打动 一些甜的给你 或给你一些好处 不喜欢每天只想讨好别人的人 没有错 也不喜欢每天拍人家马屁的人 没错 可是在日本拍马屁 这件事情应该也很普遍吧 拍马屁这件事情 在日本是文空器 但是不一定是支持你 但是不反对你 那件事情而已 但是非常彻底很明显的 比如说我们也会有 某些媒体吗 是有本来自己的立场 所以虽然是同一个人 说一样的话 但是今天是对他是正的 或褒奖 但是明天可能 他变成富的 会对他辱骂 那是因为他本来的立场 或者有特别的目的 这个在日本不太容易 所以政治人物对选迷 也不能够很亲民 也不能够很亲民 过去了 所以为什么要听 现在年轻人唱的歌 特别是日本 我一直在强调 日本大概距离我们 不管怎么用实际的数字算的话 如果老年化人口的话是25年 其他的现象 没有15年 也有20年左右 所以日本发生的现象 多多少少都会在 台湾再重复 当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这样 但是无论如何 在我的方法论上是绝对值得参考 就算没出现 准备一下也没什么不好 什么意思 例如说呢 非得追着眼前的日本的年轻人的走向了 所以这种歌我也不喜欢听 但是听起来有他的意思在 也就是说不管是在 你的意思是说以后 台湾的青少年会流行这一类的 连潮梯也一样 所以非常非常多的现象会跟上去 甚至是社会的型的变动 所以不是喜欢也不是不喜欢 不是讨厌也不是爱 但是不关注不行 这有点能学了 对我来说冷静的有点过分 你说日本人 或者是我 你啦 看这个事情 在看日本的时候也是如此 没有喜欢也没有不喜欢 但是彻底的自己的研究对象 用数学处理一下就好了 那他们不可能会出现韩国瑜这种候选人吗 出现过太多了吧 所以对我来说 完全都有既视感 真的喔 有喔 小泉纯一朗不是 所以韩国瑜现象或在四年前 四年前一点点的可辟现象 当然不可以放在一起看 但是最重要的 如果归纳起来的话 两点 两点 第一个 对于继承政党 就是继存的政党 对我们来说 当然是民进党跟国民党 这种继存的大的政党 执政过的的全面的不喜欢 两边 就继存政党的退潮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对没有错嘛 这一样就不是只有台 不是只有台湾 会出现韩国瑜 所以呢招牌上是国民党 但是百分之百 韩国瑜不是国民党好不好 小泉纯一朗 当然是自民党 不好意思 拿出来口号是 击溃自民党 然后当选 真的 变成首相 2001年到2006年的 选首相的时候 选首相 在党内 在党内的选举里面 好吧那我选党 我若选党主席的时候 我就要 标语叫击溃国民党 就当选了 哦 我们DJ在点头 哈哈哈哈 那你要先入党啊 不然你没有投票权了 哈哈哈哈 你们这些听了很爽的 一定都不是国民党党员 一定都没有投票权 哈哈哈哈 我现在在强调党员 这件事情越来越没有意义了 就大学生已经不知道 也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党党员 而且民进党 击溃国民党就无聊 就 就没什么好玩的嘛 啊国民党说击溃国民党 就有 有梗了 对不对 道小泉纯一朗的儿子还是这样啊 每天反对党中央 但是自己又在党中央认知 乖乖的吧 自己在里面 这个有点 跟李登辉有点像 明明在国民党里面 但是彻底把国民党搞垮 对那样的做法 彻底彻底 还有第二点还没讲完 好负面的一个举例 你的哪是 好第二个 世界史的某一个潮流好不好 对对对 第二个是传统的精英的大退潮 对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对吧 对 以前选举会强调你的学历经历 是啊 或者是各式各样 对没错 我第一次选举的时候 我觉得我靠台大法律系五个字 可以用对不对 就很好选 现在拿出来不一定是正面的跟你讲 现在赶快藏起来 现在而且要博士啊 过去 可能都被马英九害了 他的博士内阁害了 那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对 现在完全不能 大家很讨厌精英啊 就传统式的精英 传统式的精英 的大退潮 在日本也是一样 日本的最后一个传统精英的首相是公哲席 1993年退下来 而再来就是新党的浪潮 所以安倍不算啊 安倍是家里面 没有错 讲得太好了 你看他的副族 全部都是东大法学部毕业 到了他的大学我都忘记了 所以那件事情变得不重要 不重要 所以公哲席 但他就是正 他不是正二代 他是正三四代 三代吧 三代吧 所以到了爷爷 爸爸都要念东大法学部 到他什么都不用 所以是日本的某一个意义来说 日本的弱化的很强大的象征 25年前之后 曾经当过官僚的东京大学毕业的首相 再也没有出现了 再也没有出现 1993年 然后再来1993年到今天 就是日本的政治的大变动的时期 一年欢迎是首相啦 政党分替啦 官僚出世啦 政治人物无力啦 等等 经济衰退了 同时出现 同时 台湾现在的民选总统都是博士呢 可能下一个就不是了 我们重视学历 这就是 像这种传统精英大退场 搞不好下个总统不会是博士了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预测 但是也许有博士学位 但是并不是传统精英 当然有可能 就是那种烂博士是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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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 不是名校的博士 虽然 像学经历这一类的事情 是现代的价值 所以如果如果强调脱现代 或现代之后这件事情的话 即使有这些东西 即使有博士学位 即使有很好的学经历 但是能够超越 超越本来 不管是博士学位给自己的限制 或博士学位 或其他经历 给自己的正面 不要啦 我们下次总统就直接限定 就是说没有博士学位才能够选 这样台面上很多人都不能选 蔡英文也不能选 不行 赖清德可以 他不是博士 重要的不是形式上 还有那个当医生的也不可以 这也是传统精英 当律师的也不可以 柯P不是传统精英 柯P不算传统精英 像日本演过我们也演过的 白色巨塔里面的那种 努力的当院长 努力的控制 就是温良公俭让的意思就对了 甚至当了台大校长 台大医学院院长 变成大医院的医学界的力量 他是被排挤的 被人家丢在急诊室 冰起来的那种 或跟传统的 乖乖拍啦 他们医学界的精英的 模范生 的那个路径是不一样的 所以类类类似这一类的人 都有点反骨 反骨 有反 现存的价值 而类似这一类的 现存的价值 会激起 还没有投过票的 或第一次投票的 年轻人的 无厘头的支持 你现在跟 年轻人或 我每天接触的大学生 18岁到22岁 甚至再稍微大一点 18岁到25岁 左右的年轻人强调 民进党为了台湾的 民主化运动 流血流汗死人 对他们来说 意义并不是太大 只是历史里面的一个记载 甚至差不多二十八时间 抗日运动 甚至更遥远的其他的时间一样 是历史上的感觉 而没有亲身的皮肤的感觉 所以要能激起他们的是 说不定是一种气氛一种流 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放了 米金玄师的今年的大流行的歌曲 也就是说非得你追着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下一次要流行一个 苦涩的青涩的候选人吗 不一定我们有办法 那好妙喔 所以非得知道年轻人干嘛不行啦 因为再来他们毕竟一定是社会的主要的力量 好难想象喔 什么叫做瑟瑟的候选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副这样子 不巴结选民的 对就是出来就是脸很臭的 好像你欠他钱一样 甚至不巴结政党的 对 是靠自己的力量而当选或取得支持 反而倒过来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次的现象 是倒过来政党或政党的其他的候选人 必须往那个跟政党没有直接的关系 或者是也不一定支持或踩在既有政党 既存政党的基本路线上的人 可是虽然现在那个地方选举已经选完了 那明年马上就要选总统了嘛 那总统的选举当然比今年的这些选举 都要更那个重头戏了 可是你看现在可以数得出来 用手指头数得出来 台面上的候选人都是传统的精英 没有一个不是 所以 我的意思是说 像我们跟朋友之间在聊天的时候 我就有朋友会觉得说 这个历史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但是有些人跟不上来 跟不上来就再见 就是说就拜拜 会再给他一次失败的机会 会吗 有的人觉得不会 有人觉得说 那个又要翻回去 又是这些人 蛤 你觉得呢 还是说会出现一个 我们到现在 就像当时这个韩国瑜 就说明年总统选举啊 会出现一个我们现在 跌破眼睛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人 很难讲齁 会是我们认识的人 但是并不是我们认为他会出来的人 确实 有那样的可能 所以有那样的可能 马王无珠嘛 还有谁 你比较有兴趣 国民党就是 不是国民党 我的意思是说 国民党比较算的这四个嘛 对不对 马王无珠 我会漏掉谁吗 应该没有吧 我不太认识 就是马英九 有王金平、吴敦毅、朱立伦啊 郑立伦 没有啦 我说 你好好笑 我一点都不好笑 他笑那么大声 怎么会不好笑 小林我讲的事情是不是都会实现 哎呦真的吗 真的 那我现在要变得苦涩一点 那 就是说台面上是这个嘛 那民进党就是 蔡赖啊 还有谁 对不对 都是传 这些都算是很传统的正式精英 那如果 没有比较特别的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像你讲的 就是还是这些人出来选 然后选的 选民都觉得很无聊 是这个意思吗 日本的例子也是这样 有传统的候选人的话 投票率会降低 会一直降 年轻人不出来投 年轻人不出来投 你这是韩国瑜 就是那种很多 不投票的人出来投 年轻人保守化 像日本只要有工作就好了 今年4月1号的就职率 也超越了历史 97.7% 只有2.3个人 没有上到班 怎么会这样 你如果把文科跟理科分开的话 也就是说理工科百分之百 已经百分之百就业 怎么这么好 一个人一个好几个工作可以挑 怎么会这样 文科95嘛 95跟97.5之间 所以表示 因为他们人太少了 表示理工科 理工科完全百分之百就业 怎么会这样啊 今年的日本 但是薪水没有上涨 薪水是在降 那日本人应该很happy 所以也就是说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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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的意思啦 就是说本来要是以前的话 很多工作很多人这些是看不上眼 不愿意去做的 现在大家都认了都都愿意 平成30年嘛 今年是平成的第三十年 那所以台湾有一天也会走上这条路 因为其实台湾现在很多年轻人 你说找不到工作 其实很大一部分 不想工作 是这些工作他都不喜欢 他嫌薪水太低啦 或者是在工厂啦 没有在都市啦 不能跟朋友玩啦 所以你只要 所以也就是说观察过日本的话 可以多多少少 准确的判断出台湾明天的走向 所以也就是说另外一边 年轻人不出来投票 但是年轻人一出来投票的时候 那可是吓死人了 我有另外一个观察 就是这种选举观察 只有跟那个陈永峰讲话的时候 才会讲出来 平常我真的不会 因为我不会去讲这些 但是我有个观察 就是说 你看台湾的这个选举 还会这么激情 就是因为大部分人不认 没错 其实每一个人 全世界 不管再怎么幸福的国家 不单我不知道 其实大部分的人 人生都是挫折的 大部分的人 人生都是挫折 那如果是照佛陀讲的话 是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苦的 而且你越老越苦 越挫折 挫折越多 那你就会 我觉得台湾人 就会想要改变这件事情 然后你会把你的挫折 台湾人就是直接就是 宣泄在政府身上 嗯 然后 就是说你把它跳脱当下的很多的个案 民党多烂 国民党多烂 这件事 你把它整体来看的话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大家会把现实的不满 可是呢 为什么你说像 像 英国人这么冷静 或者是说像日本人这么的冷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认了 他也不太相信 某个程度啦 不再这么天真浪漫的相信说 政治会改变他的人生 因为已经循环过很多次 啊我觉得台湾人 是很热情浪漫的 会相信说一次政治的改变 会改变我的人生 或者是不管怎么样 我头上去也送啦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啦 所以某个程度来讲就是 台湾人不认啊 但不认这件事情 使得台湾才会出现奇迹 为什么大部分国家 日本是不可能出现奇迹的啦 但台湾有可能 因为所有人都很天真浪漫的 我们是一个很浪漫的岛屿耶 鬼岛超有意思的 干嘛这样讲啊 鬼岛超级进步的 对啊 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是 我们不是那种传统保守 很难改变的那种亚洲的社会耶 不是耶 某个意义来说 我也常常讲这件事 鬼岛台湾在世界史上的特殊的意义 真的喔 因为所有的条件 并不是那么有利 台湾进入世界史是非常非常晚禁 那表示上不来嘛 对对 连在旁边的 不管是自然条件或其他条件 什么卡啊 都比台湾差的流球 曾经经历亡国数百年 好奇怪喔 老早又有人上去 但是台湾怎么样都进不来 都没有 所以有它的原因 因为大陆太大了 另外一个 那个是 完全神话性的墙壁喔 完全完完全全的神话性的墙壁 台独原理主义者碰到的最大最大的墙壁 百分之百是中国神话 你怎么样都会碰到中国 怎么样都会碰到中国 怎么样都会碰到中国 不可能啊 另外一个就是台湾人 没有办法创造自己的神话 在文化上 那一部分完全跟中国人一模一样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进节目现场 回到世界一把抓 我是曾丽文 在我们现场是东海大学的陈永峰教授 那么 其实今天的主题是要请陈老师 来谈一下他所观察的今年的选举喔 今年的台湾的选举真的非常的特别 不过呢我刚刚也特别 因为老师讲到说日本人认了 他们曾经是这个亚洲最强的 在军事上面的国家 然后呢战后呢也曾经是经济最强的国家 但是呢这两个都带来日本的最后不好的一个结局 并不是一个happy ending 所以呢对日本人来说已经当过强国了 可是也不怎么样嘛 还不就这样嘛 可是中国还没有过 还没有完成这件事过 在现代啦当代啦 太厉害了就是这样 所以呢可是呢 所以日本人就冷了就认了 那台湾很明显的还没有认 不过讲到这件事情 我会觉得就是高雄跟台北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高雄还没有认 因为高雄二三十年没有政党轮替 然后高雄人 就明显起来 我觉得台北其实很冷静 所以我有一点要修正 我之前私下跟大家聊天讲的话 就是说韩国瑜不是差点来登记 选台北市长嘛 然后后来就很多人就想说 韩国瑜如果来选台北市长就好了 台北就会当选 我现在收回这句话 没错 我觉得韩国瑜在高雄才会当选 我觉得他在台北不一定喔 我知道你要讲的事情 我知道你要讲的事情 因为高雄的那个带动了全台湾 可是在台北就相对的 但不只是丁守中的关系 我觉得台北人已经不一样喔 所以现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韩国瑜必须失败一次啊 不要这样 你这样子出去你小心喔 走路要小心 这当然是历史的大预测 韩国瑜的失败如果是注定的话 高雄人就出败出贵 不管是陈其迈不管是民进党 不管是国民党 或不像国民党的国民党 但是没有这么的天真浪漫 就说韩国瑜当选之后 就一切迈向 但是我觉得因为很困难 这件事情很困难 但我也不希望他大失败 我希望他就是OK就好了 台北市所有的人 放假选民好可怜喔 台北市各式各样的 都经历过 国民党民进党 还有不是国民党也不是民进党 特别是这一次的可批 他再也不是什么党了 的可批 所以台北人全部都经验过 还有丁守中做的最不好的示范 是选举诉讼 可以停止了 台北人不理这件事 台湾人不理这件事 台湾人不理这件事 现在只剩下你个人的诉讼 谁当市长 谁理你啊 可以停了 要画上句点的 确实是如此 否则拖着台湾的 所以你觉得这次整体的选举 国民党赢成这样子 结果就有一个遗珠之汗台北 这样就好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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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非常棒的平衡感 就是这样就好 非不能 不能 没有比这样更好的结果 是喔 怎么说 没有比今天这样的 没有人知道的这样的结果 更好的结果 就是说 在政党轮替又换蔡英文 然后做这么烂 大家对于整个政治 都已经死心绝望的时候 忽然间 在一个想不到的高雄 燃起一把火耶 各位一定都忘记了吧 2008年政党轮替 民进党不是输得很惨吗 很惨超惨的 就跟 比国民党还惨啊 就跟几年前的国民党一样 但是马上 国民党又活回来了 民进党又回来了 民进党又回来了 现在的状况也差不多 就很糟糕 因为整个民进党都没反省 各位翻开以前的报纸或杂志 国民党20年不会再回来 民进党30年不会再回来 我都想说哎呦 青菜公共 高雄台南西瓜选也会上 对对对 民进党的初选之后 各位现在不是所有的 台湾的选民告诉你 你们在说什么 的意思 所以也就是说 台湾的特有平衡感 让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但是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都 做出来的答案卷 都会让你惊叹 像我这种做老师的人 看到某些学生的答案卷 呀那好可怜 怎么会可能 笨笨的东海大学的学生 怎么有办法写出这种答案卷 而且大部分是烂答案卷 怎么会有一两张 是这种厉害的 厉害的答案卷 一样的题目嘛 你出出来一样的题目 大家一起选嘛 各方都派出候选人 还有那种一定不会当选的候选人 李希坤之类的 也刮起风潮 但是当然都有意义 没有啦 这次李希坤不是风潮 这次是那个 蜂蜜柠檬 我都没在关心 但是又非得追着年轻人的 脚步不可 你不认识年轻人的话 你不理他们 年轻人会来理你 前轮记录记得这件事 不管是老的既有政党也好 或新的社会势力也好 那你觉得呢 柯P是怎么样 再见了 虽然他连任 还是他还 这个问题我不关心 真的 所以我的意思 你是说柯P的明天吗 柯P就 你要访问柯P啊 已经是一个 不值得关心的一个力量了 我的意思是说 他所谓的白色力量也好 或者是时代力量也好 也是三年前 对不对 哇塞 席卷全台湾 这是年轻人的力量 柯P某一种方向 也许 虽然细存政党没落 但是 覆水于继承 继存政党的候选人 但是他又跟继存政党 没有恒生的关系了 这一类的人 说不定会崛起 你也是啊 虽然你当了国民党 贵党的 贵党把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而且得到了大胜利 你现在会得到奖赏吗 我已经厨艺 我是河山厂 我已经厨艺 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人 所以你现在在外面 所以我才可以出来主持 你在外面等待着回归中央 你讲的好像我 我背后有千军万马 其实只有我一咖 你是厉害的那一边 我是 我的确是个艺术 这个我承认 不管在民进党 或在国民党 我都是一个艺术 特别在我的故乡台中市 台中市到最后的最后 台中市到最后的最后 没有人认为林佳龙会输 但是我在稍微 早一点点的时候 知道了这件事 分析给日本人听 真的吗真的吗 还有另外一个跟民进党 关系比较深 对就是绿营的人 对对对 也不认为林佳龙会输 但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一件台湾最严 我觉得是台湾民主最严重的事情 就是绿营已经活在一个 他们自己的一个泡泡里面 然后离现实社会非常的遥远 那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 不管是地下媒体 或乃至于三明治的媒体 长期的洗脑 然后长期的跟社会脱节 所以他们 我觉得这也是民进党 为什么会没有办法 进步 然后民进党为什么会 执政这么失败的一个原因 他就活在自己的 自我感觉良好里面 很恐怖 然后整个那个 对他们的支持者 还有政治人物洗脑 你跟政治脱节的这么严重 你要输了 都还以为自己要赢 你看看 多鼻哀就好 这是毒瘤 这个毒瘤不割 我跟你讲 就像现在民进党 拜了他要检讨 检讨谁敢检讨 都要看看这些媒体的声音 不然的话 就被这媒体修理 被这些媒体做人格谋杀 政治人物就完蛋了 那你这民进党怎么办 民进党都是这些媒体在主导了 不是民党自己没有那个细胞再生的能力了 这怎么得了 就是说明明是一个健康的人 可是长期依靠这个叶克膜 正常人都变不正常了 嗯 日本最 日本方面 各位知道吗 选举的结果一出来 简讯就进来了 从日本方面的简讯进来 一个小时左右 核实公投没有过嘛 对啊 对啊 开始批评 开始批评 或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 就日本方面已经做了这么多 台湾的 不买账 公民 台湾的选民们 仍然没有办法理解了解这件事情 开始攻击民进党或蔡英文海洋政权 在政治运营上的拙劣 啊 拙劣 拙劣 就是拙劣 行政跟立法全部都被控制的状况底下 非常简单的事情做得非常难的意思了 而且把普通的简单的问题 重要复杂化 简单可以处理的事情 包括核实这一类的事情 他们要学韩国语啊 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 所以马上台日之间 在日本方面 感觉起来是 啊 拙劣都害人了 真的喔 拙劣都害人了 所以再来 龟龄高 所以不从来不行 意思就是说 这个民进党也是不好 某个意义来说 如果要展现 展现台日关系的 明天的可能性的话 再讲一次 在这个节目讲过太多次了 甚至是大阪的水灾之前 就已经讲过了 小林一定记得了 呃 白星台 白星台 不 如果 换一下空气不行 卸长廷 甚至 古厅站附近 也得 也得换一下 邱逸仁喔 等等 我覺得喔 我覺得喔 藍君真的是很玻璃心 你知道嗎 因為選前 我選前一個月 我就覺得韩国瑜一定當選 當然大家很緊張啦 那 然後呢 選前幾天的時候 哇塞 你知道藍君開始盛傳說 邱逸仁下高雄 邱逸仁下高雄 完蛋完蛋完蛋 不會啦 沒有啦 真厚 或者是你不聽18歲 19歲 20歲的人的聲音的話 嗯 或者是他們仍然認為 18 19歲的大學生 仍然是 仍然是 太陽花世代 不好意思 太陽花世代是人工的好不好 但是蔡英文如果 不把謝長廷擺在日本 謝長廷如果回台灣的話 她日子更難過 拜託她的子弟兵 都已經選成那樣了 對啊 位子 算了 而且 我的 我的 大阪總領事的自殺 大阪總領事的自殺 確實是 什麼都不是 真的不好意思 雖然不能再放一次 Tears Ex-Japan 但是真的是 令人感傷啊 因為自殺在政治上 是完完全全沒有意義 沒有價值 對啊 所有認識 她的周邊的人 都不認為會自殺的 對啊 所以 或者是現在來檢討的話 現在來檢討的話 她最好的朋友 剛剛當選了文化大學的 新校長的徐欣靜教 徐欣靜教授 我曾經透過她 聯絡到大阪總領事 她的大學的同學 兩個人相較已經二三十年 她的判斷也是怎麼可能 或另外一邊 因為本來在這個節目 跟大阪總領事連線的 但是禮拜四 禮拜五早上就自殺 禮拜五早上自殺 禮拜五早上自殺 所以我跟徐教授也都嚇了一跳 我跟你講 那個廖廖宜跟我講 因為他那個時候 他本來是亞東協會的那個 會長 廖廖宜跟我講說 他自殺 他哭了好幾天 認識 他也是沒有想到 而且他 所以這個節目都差點哭出來 好我們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現場 回到世界把抓 我是曾麗文 在現場的是東海大學的陳永峰教授 我跟你講我回來主持 我那時候去接那個 臨時去接的那個 國民黨副秘書館 本來就是義務的 本來就是講好任期 直到十一月二十四號 我就去輔選的 那怎麼會散果如此之豐碩呢 我就是去輔選的 那你就隨便打工一下就這樣 那你要專職 自己補比較不會操作 你不能說後面那句 他回來探錢 國民黨重新復活 你不要這樣 我是需要養家活口的人 不能夠一天到晚去當義工 我跟你們老公講的比較認真 我對他比較貪就是這樣而已 他就教授跟你一樣啊 不然你可以探多少 我沒有多少 對啊你比較貪就是這樣而已啊 我那個肩膀袋子比較重 不好意思 真的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像他們那種 退休之後去那個 國民黨當義工 我沒有辦法 我不好意思啊 我真的是 好愛探錢愛探錢 啊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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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台中 欸你從台中來 趕快我們講講台中嘛 哈哈哈 你講到說選前 我台中全部都可以講 趙稍康最喜歡問我的問題 就是說 欸民進黨的人都說他們會贏耶 你覺得他們是講真的還是講假的 你覺得呢 你覺得他們是講真的還是講假的 最後最後 他們還是認為會浪選 不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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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真的就很悲哀了耶 所以表示他們對 台中的地方派系不理解 不理解 哇塞 你歸功於我們地方拍戲 一定是岩先生 喔 這次岩家真的非常的幫忙 所以某個議員來說 現在的台中市市長是岩先生 也沒那麼嚴重 哈哈哈 岩先生 岩先生對市政並沒有什麼太大興趣 不需要 他對議會比較有興趣 他對議會比較有興趣 他不是說要跟人討人情就沒有人情嗎 討人情就沒有人情 對啦 對啦 所以什麼都不用講 市長是岩市長 對 我跟你講 議長也是岩議長 沒有啦 沒有那麼嚴重啦 不會啦 對我們真的很有平衡感 哈哈哈 不會真的不會啦 他真的不會 那那個 那個什麼 我覺得大甲鎮南宮的媽祖很靈啊 所以還加上我們 我是大甲人啊 所以加上媽祖婆 我真的覺得大甲鎮南宮媽祖很靈 我真的不騙你 所以媽祖婆是可以好好活用的 對對對 我的爺爺還當過媽祖廟從 管理委員會開始的委員 那你們家黑派的 第一派 第一屆的董事會 我還有看過 鎮南宮的那個決算預算書呢 拜託的那黑派 不是黑派 你沒了解 不是黑派 黑派是歌唱 那個海山啦 海山 就是大甲 那個大安 大甲清水 賈安普 我也會術語了耶 拜託 我是 外埔 我媽媽外埔人 是喔 我爸爸大甲人 所以我是外埔跟大甲的混血 啊那個就是從頭到尾國民黨一定贏的地方啊 我就問你 為什麼民進黨會覺得他們那邊是贏的 我覺得莫名其妙 那個大甲那邊一開始就 誰說的我媽都投民進黨 現在是怎樣 而且這次當選的議員同樣的外埔大甲大安這個區是兩個民進黨一個國民黨民進黨的某人還住家有家隔壁呢 是喔 吳敏季先生幫他宣傳一下 好不要再說啦 收廣告分 那個他們海線的 我們海線不是他我就是海線 你們海線的 沒有啦 是最樂觀的 是從一開始 我一下去就跟我講說齁那個盧秀燕會贏20萬票 錯 我想說你也太樂觀了吧 你就知道他們從海線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民進黨那也不是 他認為蔡其昌有力量 蔡其昌沒有力量 沒有啊 蔡副院長沒有力量 因為他們那邊以前是紅派的啊 是 是 這個你這個你就有點外圍 是 他那邊是紅派的 他那邊是國民黨的紅派的 是海線的 然後那個 可是呢大甲正南公是黑派的 我就問說 我問他們紅派的人說 怎麼這裡是你們紅派的海線 怎麼也不買 但是你們怎麼 大甲正南公是黑派 他說他們祖公都有給他們交代 媽祖不是用來拜的 媽祖不是沒有派 媽祖廟的事情不可以管 我們那邊 從小看到大的匾額 送進來是黑色的匾額 就是黑派 紅色的匾額就是紅派 後來非得發展出一種 木頭色的就是沒有派的 那就要看你的字是不是紅字 還有另外四年前 胡志強選市長的時候 紅黑地方派系完全沒有整合 但是我告訴你 但是我告訴你 這一次是因為林佳龍做人太失敗 沒有錯 他是僱人院院長 沒有錯 他因為他是僱人院院長的關係 所以其實那個盧秀燕 並沒有花什麼工夫去整合紅黑派 因為紅黑派都很希望國民黨當選 紅黑派不希望林佳龍當選 因為沒辦法處理 一定要盧市長才有辦法變成炎市長 你不要這樣講什麼意思 再講一次一定有記者會來訪問我 真的 你不要亂講我告訴你 所以某一個意義來說 比如說高雄市台北市 都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時代 而台中市 而且盧秀燕盧市長他也是派系中人 他的先生是標準的派系裡面 以前啦 所以對於舊的政治是非常非常理解 所以他現在很大很大的限制或挑戰 應該是 非得借用派系裡兩 否則沒有辦法連任 但是另外一個又怎麼樣去突破派系 對於傳統政治的束縛 比較有趣的 所以你要加一下 不會不會 他哪有說我加 我告訴你 你現在派系跟以前派系不一樣 派系也在質疑 派系也在現代化 因為現在法外的力權已經越來越少 或透過政治可以拿到的好處 派系也已經不一樣 真的非常不一樣 譬如說以前台中市聚業科運跟風源科運 風源科運是紅的 聚業科運是黑的 但是現在已經完全被整合過 這是連風源都贏耶 我們大理贏得很多耶 你大理 你有沒有去台中包算嗎 沒有 台中包算是白屯 對 你還說酸立法委員 謝謝謝謝我們不要再討論這件事 我們時間快要到了 你覺得高雄 你趕快跟我們講一下高雄 重要的是韓國瑜的表現 你說接下來 有沒有辦法藉由風潮創造歷史 然後又維繫歷史的往前 非常非常大的挑戰 但是當選前的支持度 這麼高 而且變成一種很強力的 席捲全國的氣氛的話 壓力太大 壓力非常非常大 再來 比較有可能的是 選民對他的失望 這是比較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可以再突破這一點的話 韓國瑜就不是普通人 有可能走出新的境地 或創造台灣政治史的新的一頁 這是期待 但失敗的可能性比較高 這是我現在的判斷 都還沒上任的狀況 那你覺得蔡英文會不會連任 哈哈哈 小林搖頭 這叫做亂問 小林搖頭 會不會成為候選人不知道嗎 這黨內 或者是 台獨基本教育派 台獨基本教育派 現在東奧證明沒過一掛 另外一個重要的 今天沒有時間講到 基督教 基督教的長老教派 完完全全 因為公投的問題 因為公投的問題 相當程度的對蔡英文不滿 不是相當程度 非常的程度 所以如果再加一句話的話 本來的直接民主 類似公投這類的事情 是民進黨的強項嘛 搞社會運動的人的強項 但是這一次強項 反而變成自己的致命傷 這一點民進黨內部 也許非得好好的處理一下 另外一邊 被訓練到今天的台灣的選民 或台灣的公民 已經對於直接民主這件事情 有了自己的行動的準則 再也不是誰的強項 只能這樣說明 只能這樣說明 那王金平呢 這在高雄表現很亮眼 還活著 還活著 但是他應該沒有什麼特別的欲望吧 我的判斷 還活著 活得很好 你的判斷很不準 不準比較好囉 才不會被揍囉 我對嚴先生的判斷太正確 是相當危險的 不要再講了 你對他有情節 你不是黑派的嗎 我沒派啦 衣服上面都黑字 灰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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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去台中選的時候 那個名片上面 他說 你這字 就有人說 你名字真麗文三個字 為什麼是黑的 為什麼不是紅的 我聽不懂你知道嗎 我想說 名片上面字 什麼顏色 為什麼要這樣問我 馬上區別 馬上區別 進了家裡面 沒有我剛剛講的 掛著那個送來的便 那是以前的啦 現在真的好很多 不過現在那個力量不是以前的 現在都是 派系都是Q版的了啦 不是以前那種版的了 韓國瑜型的人 可以輕鬆的擊潰傳統的力量 那馬英九呢 我哪認識他 你比較認識了吧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不認識才準啊 我去你家的話 你老公一直罵馬英九 真的 你幹嘛這樣子 真實是什麼意思 你幹嘛這樣報仇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 一邊吃蛋糕邊嘛 所以我不可以亂問就對了 節目結束了嗎 還有幾秒 還有幾秒 還有4秒 4秒 你要請我喝酒 請我喝酒